悬崖中间的裂缝里 插着几根木棒 是树根还是人为 隔马潮洞一步之遥的无名裂缝中 又有什么样的秘密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悬崖边上 准备采用专业的SRD单层技术 下去一探究竟 我们是经过国家专业培训 专业正书的专业的户外探计 所以在此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和爽 在这里我们打了一个双点 开始准备神价 现在先锋 开始补现 这是从坑边下的第二个锚点 我们在一个大树上做了一个原始锚点 挂在第二个安全保护站上面的 做好保护进行一个安全拍摄 在这里特别提醒 专业运动在专业指导下进行 使行为存在极大的功勤 我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所以不要轻易模仿 这个洞口的位置 它在严密的中间是一个扶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 下去一随到底可能有40多米 完了还要打个横切才能进入洞口 好爽啊 这里下就是落脚河 大峡谷 一车是最近的大峡谷 风景相当的OK啊 出江点经过一个40米的锤子全空瞬间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严密中间 你看看 三只小绵羊 这边还打个横切 可能有15米的横切踩到洞口 看看这里底下的风景 相当的nice nice 看到没 后面就是那个规避路的落脚河大桥 这一段下去的可能还有七八十米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处在的位置 是一个整块崖壁的中间 这个崖壁总高度可能在200米左右 哎呀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有泥堆之地啊 现在我们是在绳术上进行一个安全排斥啊 所以请平台的绳术工作人员不要不用限量 因为是经过作业回训的 看得看在底下的风景 现在落脚河这个水位啊 就开始飞广到以前的位置了 今天我们要去的洞啊就在这个右边啊 这边过去也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洞 里面好像有人为痕迹 在这个洞中间有几块的木头 是人为打进去的 但是在这边呢 就是我们上次探索的那个马槽洞 马槽洞一样的在这个悬崖中间 它也是里面有很多的人为痕迹 不知道以前那些人他是怎么下来的啊 在这个绝壁中间 在那个水面上来差不多五米的位置 那里还有一块人为痕迹 也是去了一个围墙 一块很平坦的地方 在以前这个洞久河的水没淹起来的时候啊 这底下是个很深的篝祸 一个峡谷 这个水深的位置大概在四十米左右 也就是说那一块人为痕迹 也是在这个绝壁的中间的位置 离河谷底面有四十多米 我们从这个点横切过来以后啊 这边马上就到东口了 什么情况参观 有洞有墙 有墙 对对 这三根木头就是插到里面去的 上面还有一根 这个木头确实是插在里面的 确实是插在里面的 你看这上面 这个石头 看着好悬哦 这个东西确定是人打进去的 上面还有一根 这里有一根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木桩 人为打进去的 这个木棒明显是人为插在眼壁里面的 这个地方 哎呦 还挺结实的 这个应该也是人打进去挂东西的一个东西 这一块也是人为打进去的一个木棒 这上面这边它是怎么放进去的 三 Fernando 三种rones 三君在来公ен给也是太重了 好弄 味道 被入到 半天都没有听到声音 哇菜架 一点和光柱都 ARE一样 这里面就是这样子 这里是个小凹槽 里面有个小洞 现在山关的身材比较小 下去摊一下究竟 这个地方明显的是人雷起来的一个平台 这里还有玉米芯 看到没 跟玉米芯人垫起来的 这个地方也是人雷起来的 这个底下估计还是有洞到 是推中下的吗 嗯 不是好心的 不是垂直 它在偏颇 我是哪个小时候 我一直在烂丑做 哈哈 要不要把石头布加长啊 我是哪个 不好决人 哈哈哈哈 我拿来决人物也 要出来吗 要先出来 三斤 让我脱筋脱筋脱筋 脱筋脱筋 脱筋脱筋 你把他给我拿走 慢慢放 我先下个人 你慢慢放 啊 我这得起不着用 咱们领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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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断小小尾 再不用掏了 哇 从那个小洞洞下来了 这里下面还有洞 哇 这里有一堵墙 我现在是踩在这道墙上 哇 这个洞 哇 我看下不下得去 这里一堵墙 是不是保障 哇 哇 我们现在看看山关在那里 找爆炸 找到没有啊 快找到了 这要奇怪了 这里会有一堵墙 它找到墙 肯定是有无敌的 下这个有洞 修人还转得下去 它简直在修下去 但是我下修的 下面肯定是有洞 这么多 有保障 有保障 我们准备从外面转进去 刚才我们在这个东里出来以后 确实发现了很多人文痕迹 里面有玉米芯 而且还有一个向下洞道 里面是人工区的一个围墙 这个半山绝壁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以前的人是进来干嘛的 它是怎么进来的 你看这一块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小的裂缝 我们踏着完了以后 在无人机侦测的时候 在底下还有几 还有两个洞 我们准备继续往下开线 去下面一探究竟 看你下面的洞道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看到这里 你们会不会给我们视频点赞 赞点起来呀 干这行有什么出息 一个月两三千块 连自己都养不起 有头发谁想当光头啊 要赚钱就没得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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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绳子不够了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要远路返回 我现在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上爬 总共我们带了200米绳子 没到底 你说这个去牙壁有多高 这就是一个山体的一个裂缝 巴掌大的一个地方 这底下好多骨头 全是这个动物的骨头 应该是鸽子啥的 鸽子的骨头 被老云抓进来吃掉了 这个应该是鸽子的腿环 这里还有一个腿环 福建省福清桥北街 桥头一号 陈国雄 这139什么意思 哇 这个鸽子还是福建的呢 终于爬上顶了 没想到这个岩壁有这么高 200多米了 今天的视频又探了个寂寞 说实在话 200米悬崖中间的一个裂缝里面 居然发现了人为痕迹 这个真的是让人难以想象 至于古代人他是怎么进去的呢 在里面干什么 我们都不得而知 因为没有半点的文献记载 我觉得像评论区说的一样 古代人都会清空 飞檐走壁 至于古代人是怎么进去的 我们在评论区讨论 落脚河畔 悬崖上的裂缝里面的人物痕迹 探索视频 我们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我的视频支持 以点赞 还是老话一句 关注刨哥 带你领略更多的地下奇境 截迷更多的奇闻一事 拜拜